你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爷爷 爷爷 这么丰盛的东西 一个人吃也太浪费了吧 有些人真的是不孝子孙啊 这么美味的东西 也不知道孝顺老人 一点也不可爱 我说你不要装深沉好不好 这个样子一点也不好看 还是笑起来比较帅 花儿 好 你觉得我好看吗 就是有的时候做好事的时候 觉得还挺顺眼的 也很帅气 可是刚才对爷爷那种态度 真的是很讨厌 不太喜欢 好 来 给你看看这个 这是吗 浩铭 走慢一点了 哪有这样的 一点风动都没有 不行了 不行要不咱下去吧 谁说我不行了 我肯定能走到的 怎么了 没事吧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没事吗 来 坐这儿 别动啊 这里吗 我用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 马上就到了 还能坚持吗 我也不知道 来 来吧 快点上来啊 一会儿我就改变主意了 你真的减肥了 再不减肥就夹不出去了 怎么样 看完了吗 嗯 那你现在还能说出 让我理解我爷爷的话了吗 你应该 过得也挺累的吧 可是你还记不记得 也是在这个游艇上 你跟我说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可以回到那个家的 你连自己的母亲 做什么的 长得什么样你都不知道 跟你比起来 我是幸运的 所以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心里有再大的疙瘩 你都可以豁然面对 永远都不会失去 阳光般的灿烂 我说明珠啊 我可真是难得听到 你说夸我的话 你上次说 你有神圣的使命 虽然说 我没有使命感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之间 还是挺奇妙的 应该算是挺有缘分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们之间有一份 命中注定的爱情 是这个意思吗 去你的 你听不懂中文是吧 我说的是缘分 缘分 是是是 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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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好吧 看 没骗你吧 上面的风景 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是啊 比山下好多了 每次到这边来看一看 就感觉像到了另外一个时机 就会儿一1803 自己饿了 一天 靖兰 你不是刚回来吗 怎么要出去啊 我要离开这个家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自信生活在一个 每天都能看见 夏强 江磊 还有那位坐在那里 道貌岸然的姐夫的家里 这些人全都是使用卑鄙手段 害得好语 停职的人 停职 停职 你要我讲多少次你才相信啊 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夏强是因为无罪 他们才没有办法的 还有啊 你怎么就不相信江里的话呢 我为什么要相信她的话呀 她能甩了跟她交往十几年的女朋友 而且跟她亲如兄弟的上司 她都能在背后插一道 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信她 不论是她还是夏强 现在在我心目当中都不是亲人了 他们简直 简直就是垃圾 你 你看 你这个长辈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啊 静岚 你要相信你外甥是清白的 你怎么说出这么难听的话呢 姐 你要不分是非黑白 你就一味地包庇他们的话 那你就跟他们是一样的了 那咱姐俩的感情 那就没了 也挺好的 现在就断绝往来 进来 小姨子 进来 小姨子 这个怎么办呢 很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了啊 我要那一粥多的 赶紧动动动动动 动手 粥多的那也给我 给明珠留一份 她上班去了给她留干吗呀 上班才给她留呢 上班才辛苦知道吗 我上学也辛苦 来吧 动手 鸡头有满口味的 爸 你们在吃什么好吃的呢 给我留一块啊 静岚 干吗 出摘啊 没有啊 搬过来住 搬过来住 嫂子一间 明珠金珠一间 叶壮自己又是一间 我一间没地方了 我可是因为你离家出走的 我又没让你跟他们吵啊 你 你们给评评你 这些人狼狈为奸 逼着他 停了职了 那我能跟他们在一起吗 我能在那个恶人堆里吗 能吗 不能 行不行 不行 冰雪聪明 再说了 咱俩不是那什么吗 那什么呀 什么 老朋友嘛 哪呢 вод了 白 白了 我不管啊 我已经谈泵了 回不去了 从今天起呢 我就要搬到这个家来了 以后我要在这里生根 发芽 开花 结果 勤勗关掉 开花 结果 还有鸡翅 好 Sí 喔 小兰 干吗 林几岚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房子每一间都住满了 你回你大别墅住去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回不去了 男女哪儿让我住在街上去 你这个人 我认你这么多年了 咱俩是不是哥们儿啊 都这岁数了 住在一起没关系啦 嫂子 男女授受不亲 这句话不可乱讲的 你真的没说 什么 你看着你嫂子至少出个主意 想个办法人家才是仗义 行行行行 你会这么主动追一个人吗 这可不一定 那嫂子 让你受委屈了 你就跟嫂子睡一间屋晚 开花 那个刘律师 结果 刘律师 你看见她没有 她这个人的DNA里边 就没有开窍这个东西 气死我了 行啊 我就凑合这儿跟你睡吧 反正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能结束的 你就当是打呀 持久战 这样行吗 行啊 刘律师 刘律师 刘律师不是被停职了吗 那正好啊 你每天在她面前 霍又雷霍又惧的 这事啊 成了 真的 大婶 不是 姐 不是大婶了 美丽姐 亲姐 那就拜托啦 行 早 rendo 这是什么 你不想看吗 直播 你不想看 你看 但我真的不想看 你不想看 我真的能变得 你不想看 能走路吗 没事 那就好 那我回去了 你也快上去吧 你 这么快就走了 还有事吗 今天 谢谢你 这 是你说的话吗 太客气了 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一起去爬山 回家擦点药 我走了 再见 来 来 木槿 你怎么了 伤哪儿了 妈 你都伤到哪儿了 让妈妈看看 是不是脚扭了 真的没事 没事 我去爬山了 你不说不喜欢爬山的吗 你说爬山太累了 爬上去爬下来怪没意思的 我就突然想爬山了吗 我下次还要去 好了 好了 我真的没事 我先上去了 好好好 你小心点啊 你看看 看看你啊 你看 小心点 来来来 妈扶你上去啊 孙嫂 来了 来了 拿点鱼奶白药来 送到楼上啊 嗯 好的 你看看你啊 就是那么贪玩 真的没事 妈 你看看那 小心点啊 还疼吧 真没事 对啊 小蕾 我会和孟杰结婚的 结婚 真的吗 真的 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那要是这样的话可太好了 不过 我听说你跟明珠一个公司 怎么办 死定了 为什么 是这么机灾的 あの人 喜欢 前天去见你时的样子 到现在依然无法忘记 明明很疲惫 但依然充满笑容的脸庞 看着你冻僵的手 我依然心疼 同伴们都出去了 我自己躺在房间里 静静想着你 我们什么时候能挽着手 在路上一起走呢 那些流过的爱 那些圣诞树上的礼物 让我好伤心啊 像一道流伤 花香深渊 我淹没在这夜里 沉入爱底 缘分它输给了命运 渐渐远去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声相恋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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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再回 你干嘛呢 什么呀 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 怎么了 哭了 没有 怎么会 我看 没办 没 给我 我不是说让你忘了它吗 你干吗留着这些东西呀 感觉这种事情不是说话就能忘的呀 我也想忘记 可是每次我要忘记它的时候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啊 妈 我被解雇了 什么 是江磊 他把我解雇的 你也知道 那是我梦想进入的大公司 可是他却把我解雇了 你说我 这混蛋 我找他去啊 快想我得找他去 妈 你怎么比我还激动啊 妈 没事的 妈 可能 他也是觉得在公司里面见到我很不方便 很难受 所以才这样子 他欺骗你的感情 然后又把你给解雇了 他太过分了吧 太爷 妈 我没事的 明天我就没事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报表不能这样做 你下次注意 叶明珠呢 李建立 叶明珠不会来上班了 什么意思 她 她被解雇了 被解雇了 骑得不对啊 好好吃醋 是吧 晓晓 你怎么在这里 这叶明珠是被你辞掉的 我哪有这个权利啊 现在在这里掌握实权的是 新疆 新疆 认真工作 少玩点手机 把您看这样行吗 好 可以 是你解雇明珠的吧 为什么 解雇她的理由是什么 解雇叶明珠 是公司内部的人事变动 李建立 你好像没权力干涉 公司内部的事情 将来 明珠在这个公司 是怎么努力工作的 你不知道吗 她是怎么努力进入这个公司 你不知道吗 这个公司所有人 都很努力工作 解雇她 就有解雇她的原因和理由 我没必要向你解释 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 请你出去吧 我很忙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高 我 听说 有人被解雇了 你都知道了 我 我可是在那个公司做监理的 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 其实 我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再跟你说的 也好 以后呢 我给你发工资 你替我做事吧 那可不行 为什么 你交了我那么长时间的设计 我都没有给你费用 我怎么再好意思 拿你的工资啊 你以为我钱多 是因为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放心吧 我会按照你的意愿 让你干得很辛苦 再说了 这样 你就可以继续赖着我 继续工作 好好学习啊 你知道 我当初 我当初为什么那么想进童达集团吗 说说看 刚开始呢 我只是觉得 要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进入一个大公司 我的能力 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而且还可以赚钱养为我的家人 这样我就很开心 也很满足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想 你想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 对吗 没错 没错啊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自己设计 自己参与进去 建造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代表作品 我 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嘛 喂 你才学了几天 就想爬到那么高的位置去啊 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所以离开彭大集团 我还是挺伤心的 本来以为 可以在那里实现我的梦想 这个呢 也简单 我们以后组建一个 自己的建筑公司不就行了吗 我这徒弟 你阅望这么大 我这个当师傅的 压力是很大呀 合作可以 不要乱跑 你说你把叶冰柱给开了 是 去 去把她给找回来 去 为什么爸 我倒是觉得这是她进公司 做最正确的一件事 我以为你挺聪明的 没想到你会犯这种失误 她比你们想象的 更有利用价值 知道吗 爸 您这是什么意思 李超和他爷爷正在开发一项 你没能做成功的 新的电器设备 我相信他们能够做得成功 可是 这和叶明珠有什么关系啊 想要得到这个技术 就需要这个丫头 不是 董事长您要明白 叶明珠她不是一个轻易会服从的人 如果您要想通过贿赂她 从她那儿得到这个技术的话 我觉得那不大可能 这一点我非常了解 我干吗要贿赂她 我要利用她的理想 理想 她有现身彭大精神的精神 这一定我知道 去 马上去把她找回来 马上去 好 那 那我现在就去 我 看看你老爸走的是什么棋 我看一下 这车你觉得怎么样 那当然好啊 好啊 好 到我们家小李结婚了 我就让她给我来一辆这个 真的 那当然了 那你这瞧好啊 那是 吹啊 你看她 那那行啊 等会儿吧 你跑来干吗 管着吗 别别别 你有啥事跟我说 你儿子把我女儿给解雇了 我来找董事长 恢复我女儿的职位 行行行行 你们家明珠都跟我们家小蕊分手了 分手的人在一个公司工作 有意思吗 真是 阿尔 那感情 你觉得你儿子解雇我女儿是应该的 怎么着 难道你们家明珠对我们家小蕊还心存幻想吗 得了吧 你全新眼吧你 早就没感觉了 我是怕万一她有 你赶紧回去跟你们家明珠说 把对我们家小蕊的迷恋 崇拜等等等等全抛弃掉 我告诉你 我们家小蕊 马上就要和孟杰结婚了 你说什么 和董事长的女儿马上就要结婚 怎么可能呢 她和明珠才分开多久啊就要结婚 那怎么着 她是董事长的女儿 别进去 你不能进去 你管着吗你 不是 这 这女人简直是不可理 大哥 进去 你不能进去啊姐 你不能进去 太太你看这 明珠妈 你怎么来了 有事吗 我 我撒谎了 怎么了 我们家明珠就是你的女儿 不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 你疯了是不是你这个女儿 太太 我们家明珠 就是你们家的婷婷 你说什么 你上次 给我看的那件绿色的 太阳花的毛衣 就是明珠的爸爸 抱她回来时候 穿的那件衣服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 你上次明明说 那个衣服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 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 别说了 不仅仅是那件衣服 还有你给我看的 小时候婷婷的照片 和我们家明珠 也是长得一模一样 这可惜 我打小 就没有给明珠拍过照片 要不然你一对比 就会知道了 明珠妈 明珠不是婷婷 你 你这话怎么讲啊 明珠把她那照片 还有那个绿毛衣拿出来 我真的记得清清楚楚的 可照片和绿毛衣 我都烧掉了 现在没了 什么 什么 明珠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把她用过的东西 都做了检查 什么意思啊 我做了DNA检查 她确实不是婷婷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太太都说了 人家都做了DNA检查了 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你干吗要这样 是不是因为你们家明珠 跟我们家小蕾 没结成婚 你才这么闹 你上次来闹 也就算了 这次一来闹 想干什么 想要钱吗 出去出去 赶紧出去 走走走走 不是 小蕾 来了 明珠 在干什么呢 听说你把配电箱的配置 全都更换了 效果怎么样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十拿九稳 我把这个消息 告诉爷爷之后 你猜他怎么样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你干吗 一听到爷爷 就丧不大眼的 我告诉你 他现在可是我的领导 请你记住 我才是你的领导 现在爷爷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你也只有他一个家人可以依靠 你能不能不要让他伤心啊 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好 既然你不理爷爷的话 那我也不理你了 来 干嘛 太太啊 这叶大山的女人 她心眼就是不太好 愚昧无知 还贪财 问题是她老撒谎 你说幸亏咱们做了DNA检查 要不然又让她得逞了 真是遗憾啊 遗憾 是 遗憾 你说那个DNA检查 会不会错呀 DNA检查 应该不会错 高科技呀 太太 问题是 问题是那个女人 怀 怀 怀明珠的时候 好像还想吃什么酸梅 我都给她买过 难道我太敏感了 是 太太 你可能太敏感了 你得多休息 好 您多休息 太太 这DNA检查也会出错 没想到这老天爷也在报 不过 葉敏珠要是从新回来的话 我倒是觉得无所谓 倒是你天天见到她 心里应该很不好受吧 帅不帅 之前明珠帮我拍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李超制作的电极设备那件事 交给我呗 交给你 交给你 你打算怎么做呀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不用你出面 这事我很拿手 好 就交给你吧 你看着卖 我说我亲爱的导师 你徒弟每天研究图纸那么辛苦 您就请我吃这俩菜呀 别着急呀 厨房里坐着 这还疼你 干什么呀你 来来来 这已经给你剥好了 你吃着方便吧 不用麻烦了 这更方便 这更方便 走 走 走 你这样手多脏了你 这有什么关系 来来来 擦擦擦擦擦擦 不用 你知道这个拿什么洗的吗 都是大锅水洗的 脏的还没有我的手干净呢 你这手上有戏剧你不知道吗 我把你不进出来没病 真好吃 你也吃着 不用不用了 看你这吃相 哪像个女孩子 简直就是个女汉子 女孩子怎么了 女孩子那才是你的明珠大侠 懂吗 又想尝尝 你明珠大侠的威力是吧 你随意 你随意 真是很好吃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咖喱了 如果这里再加点辣椒就更好 我说你这样吃累不累啊 赶紧的 拿手吧 好 拿着 我自己拿 我自己拿 他也叫拿着 行不行啊你 算了 算了 我等下面那个菜吧 好了 谢谢导师 来 干杯 干杯 爽 妈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帮忙打扫打扫 手里拿着什么呀 手里拿着什么呀 没有啊 我看看 没有 我看看是是是 你去过夏董事长他家了 干吗去了 你去过夏董事长他家了 想要把你 还给你的亲妈 又是去说我的事情吗 是啊 说了 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 你说那女人是不是真疯了 这 现在又说 说你不是她的女儿 还说做了什么精英检查 确定不是 真的吗 那这个样子的话 是不是妈你自己搞错了呢 怎么可能呢 我即使没生你 你小时候长什么样 我不可能记不住啊 不行 我得让她看那照片去 妈 人家都说确定不是的 你还去干什么 确认又有什么意义啊 你不觉得怨吗 那是你家呀 还有那个江磊 你那么喜欢的工作 不让你做了 不行 你必须得回到夏家 好好地整着那个江磊 和他倒霉的爹 妈 妈 你听我说 除了去那家公司工作以外 我还可以去别的地方工作 再说了我现在也有工作啊 我不会让你们饿着的 我只是求求你 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好吗 为什么一家的蜘蛛问题 要让你一个人去解决呢 为什么所有的苦 要让你一个人去扛呢 妈 我知道 你够好吃懒做不争气 你妹妹还在上学 也还没有嫁人 但你不可能养她们一辈子吧 明珠 你不能再这么辛苦了 你必须要过富人的生活 你听我说 妈妈不会对你客气的 真要有困难 我绝对会向你张口 妈 我求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妈 你以为我去到那个家 就可以幸福吗 那个彭达集团的董事长太太 她在那个家里抚养了两个孩子 她生活在那里 也是在家缝中活着 如果我去了那儿 就一定可以幸福快乐吗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我去到那里的话 天天就会看见江磊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忘记她 多么难受多么痛苦 可是妈妈你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往火坑里推 明珠 我 妈 求求你不要抛弃我 我不想再被别人抛弃了 我不是要抛弃你啊 明珠 你这么做的话不抛弃我是什么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你这么做就等于是抛弃我 如果妈妈你非要这么做的话 那我就一个人去黄龙山生活 明珠 我是觉得你付出了太多了 你太辛苦了 妈 如果你抛弃我的话 那我就更加辛苦 我让你拍了我的话 我们现在就刚刚才会没有 我让你爱你 我希望你能不能够 我用来一个帮助 我来的地方